本期案件讲述的是一起杀人碎尸案 2010年9月25日 云南省安宁市的两位环卫工人 在清理东湖湖面上垃圾的时候 突然发现湖里有一个塑料袋 当两人把塑料袋捞上来发现 袋子里装的竟然是一颗人头 随后安宁警方迅速赶到了现场 在对打捞上来的塑料袋进行检查中发现 塑料袋中除了一个人的头颅以外 再无其他人体器官和可疑物品 通过法医初步检验 该具头颅为男性 年龄在30岁左右 切割面非常整齐 死亡时间为3到4天 面部有多处钝气击打伤 其中眉骨和鼻梁骨等处断裂扭曲 因为在水中长时间的浸泡 头颅已经肿胀腐烂 面部难以辨认 此案影响之恶劣 手段之残忍为安宁市罕见 安宁市公安局立即组成了925专案组 全力侦破此案 警方分析 犯罪嫌疑人之所以使用分尸的作案手法 将尸块分别丢弃 根本目的在于隐藏死者的真实身份 如果不能够及时确定尸源 那么下部的侦查工作就无法正常展开 专案组一方面在东湖 以及周边地区搜索和打捞剩余的尸块 另一方面对近期失踪的人员信息 进行调查和摸牌 就在警方进行调查搜索工作的时候 法医在进一步尸检中有了重大发现 死者头颅的后诊部位在生前受过伤 并且缝合了五针 还没有拆线 安宁警方立即对全市所有医院和诊所 进行走访调查 查找在最近七天之内 头部受伤人员的情况信息 同时通知辖区所有派出所 对此类案情进行梳理 很快连然派出所向专案组 反馈了一起较为相似的案件 据值班民警回忆 9月21日 也就是头颅被发现四天之前的凌晨 一个名叫陈荣刚的男子跑到派出所报警 称其在钓鱼时被人殴打 后脑缝了几针 可奇怪的是 陈荣刚的妻子和姐姐随后就赶到了派出所 解释道 陈荣刚被打一事完全是误会 家里不予追究 于是当晚便将陈荣刚接回了家 民警随后调出当初的报案记录 发现陈荣刚的伤口为V字形 后诊部位同样缝了五针 这一情况让专案组民警不禁眼前一亮 死者会不会就是陈荣刚呢 经调查 陈荣刚今年29岁 云南省昭通市人 三年前和妻子蒋德英 带着三个孩子来到了安宁 租房经营着一家小旅馆 据陈荣刚妻子蒋德英反映 陈荣刚于21号离家后便再也没有回来 现在家里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向 这个看似正常的回答 却让专案组察觉到了一丝异常 其一,22号就是传统的中秋假节 陈荣刚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远行呢 其二,丈夫消失几天因信全无 作为妻子的蒋德英为什么不报警呢 其三,在谈起陈荣刚消失的事情 蒋德英轻描淡写,一句带过 没有丝毫的焦急与担心 仿佛在刻意回避着这个问题 于是,警方以调查失踪人口为由 再次来到陈荣刚家里了解情况 现场勘察结果与警方判断的一样 在陈荣刚家里,警方发现了多处喷溅状血迹 一些墙面也被精心处理过 随后,警方对可疑血迹进行了取样化验 并采集了陈荣刚大儿子的血样 与死者进行DNA比对 检测结果显示 死者正式失踪了好几天的陈荣刚 而从其家中提取到的可疑血迹 也与陈荣刚的血型相符 警方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 陈荣刚很可能是在家中被害之后再遭分尸 而嫌疑最大的无疑就是其妻子蒋德英 警方随即对蒋德英展开审讯 在众多铁证面前 蒋德英很快交代了陈荣刚被杀一事的全部经过 而他所交代的内容 却让在场的办案民警感到不寒而栗 因为据蒋德英交代 杀人分尸的人并不是他 而是陈荣刚的亲生父亲陈吉奎 蒋德英随后交代 自己和陈荣刚的父亲陈吉奎姐姐陈荣慧 共同花费6000元 雇佣陈荣慧的男朋友蒲荣华杀害陈荣刚 因计划失败 陈吉奎和蒲荣华于当夜再次动手 将陈荣刚杀死并分尸 9月26日 警方将陈荣慧抓捕归案 陈吉奎迫于压力 随后在家人的陪同下向警方投案自首 另一犯罪嫌疑人蒲荣华再逃 两人到案后 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并协助警方将死者的剩余尸块打捞了上来 一个是死者的妻子 一个是死者的亲生父亲 一个是死者的姐姐 还有一个是死者未来的姐夫 对于陈荣刚来说 他们都是自己的至亲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 能让亲人之间互相残杀 他们到底有着怎样的仇怨 要将死者残忍的碎尸抛尸 而要想解开这一系列的谜团 就要从陈荣刚的成长之路说起 陈吉奎在老家昭通市开了一家旅馆 日子过得相对比较富裕 陈吉奎一共有三个孩子 陈荣刚作为最小的 也是家中唯一的男孩 从出生那天起 就被夫妇二人当成了宝贝哥的 在陈荣刚十四岁的时候 遇到了十六岁的女孩蒋德英 两人同居后 蒋德英很快怀孕 因为结婚年龄不够 二人便在父母的授意下 举行了一个仪式 随后就以夫妻的名义生活在一起 孩子出生后不久 陈荣刚就离开赵通 去到外面打工 而正是这次外出打工 彻底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 陈荣刚从外面打工回家之后 家里人发现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整天吃喝嫖赌 花天酒地 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 稍有不顺 就向蒋德英全脚相向 蒋德英两岁的时候 父亲就因病去世 母亲改嫁后便再也没了消息 他从小被七十多岁的外公一手带大 嫁到陈家后 陈吉奎夫妇不仅对他疼爱有加 而且还给了他家的温暖 对于陈荣刚的恶习 他也就一直这么隐忍着 对于儿媳所遭受的家庭暴力 陈吉奎夫妇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虽然痛心 他们却又无可奈何 因为越发放纵的陈荣刚 不仅殴打妻子和孩子 就连父母 他也从来都不吝惜自己的拳脚 在一起争吵中 陈荣刚动手将父亲的肋骨声声打折 2007年 为了挥霍 陈荣刚将老家经营多年的旅馆卖掉 陈吉奎无奈之下 只好带着一家人来到安宁 租了个房子又开了一家旅馆 而来到安宁后的陈荣刚 则变得更加嚣张 更加放肆 除了对蒋德英进行肉体折磨 甚至在精神上也不放过他 要不要拿刀子砍我 孩子说了这手给多少把刀子 要不要砍我 要不要拿牢 来牢 我一把年都没在我的厨房子 都是人也提起 还要给吃 我都不干在我的厨房子 他在外面 光当女人 他有本事随去 要这个女人随去了 把这个电话打开 打来给她媳妇 他要跟这个女人 掌握 他在整个这个女人 他是加自己媳妇 知道 你说这种人是啥子人 面对着陈荣刚 对自己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侮辱 蒋德英决定与陈荣刚离婚 以此来逃离这个男人 而无耻的陈荣刚 却提出了一个条件 只要蒋德英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他便同意离婚 如果将抚养权交于 连孩子都不喊他爸爸的陈荣刚 那么 三个孩子的悲惨结局 可想而知 无奈 为了孩子的蒋德英 只好继续忍受着陈荣刚的非人折磨 2009年 陈吉奎将旅馆交给蒋德英打理 自己去了一处工地打工挣钱 然而没想到的是 丧心病狂的陈荣刚 为了从工地骗取赔偿款 竟多次对他父亲下毒 陈吉奎没想到 为了钱 这个儿子竟可以如此灭绝人性 丧尽天良 而他也意识到 如果再不大意灭亲 那么这个家将永无宁日 2010年8月 忍无可忍的陈吉奎叫来了儿媳和女儿 三人经过商量 决定花6000块钱 故兄杀人 而他们心中的最佳人选 就是陈荣惠的男朋友 普荣华 随后 普荣华决定在水库边钓鱼时 将陈荣刚除掉 没想到 普荣华在行动中失守 让陈荣刚逃过一劫 而已经察觉到危险的陈荣刚 则放出话来 他要把全家灭门 一个不留 因为害怕陈荣刚日后 真的会报复家人 一不做二不休 陈吉奎决定自己亲自动手 铲除这个孽障 当天晚上 陈荣刚睡熟之后 陈吉奎和普荣华 一起来到陈荣刚的床前 用棍子将陈荣刚活活打死 在确定陈荣刚已经死亡之后 陈吉奎和普荣华 又将尸体肢解成了四块 为了防止尸体浮出水面 陈吉奎又在每个袋子里 加入了砖块和石头 然后骑着三轮车 将儿子的尸体 一块一块地抛进湖中 陈荣刚被杀后 使得这个本就并不完整的家庭 变得愈发支离破碎 一人被杀 三人入肩 陈吉奎的妻子 把旅馆转让了出去 带着孙子和孙女 回到了昭通老家 面对着镜头 蒋德英嚎啕大哭 虽然对于丈夫陈荣刚被杀一事 他从不后悔 但是公公和大姑姐受此牵连 却使他愧疚不已 都说虎独不食子 人独不堪亲 可是面对着步步紧逼 让人窒息的陈荣刚 陈吉奎又不得不把屠刀 对准自己的亲生儿子 也许对他来说 知解的不仅是自己的儿子 也是自己唯一的希望 抛进湖中的 不仅是儿子的残须 更是自己今生的宿命 好了 本期的案件就讲到这里 以案知识人性 以法感知冷暖 恪守做人底线 竟为法律红线 大案实录 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